请问,你觉得2024的威士忌的趋势会成什么样? 我特别为了你,我拿来说,这个平常是说宅,所以不能拿出来。 飞子特别是在台湾,很了解,非常懂Lisky。 大家好,我是Maya Naiva,今天我们来到内湖区这里的金庄路, 因为我要开上这间挺汉的Prestige House, 那我也很幸运,因为Prestige House的执行长有愿意让我去采访他。 好吧,那我们来进去看看开箱这间威士忌平尼市,Let's g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这位是Steven Parker,他就是亭汉Prestige House的行政的执行长。 Steven,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 我是Steven Parker,我是来自苏格兰,Glasgow,但是我在澳洲长大。 澳洲长大。 但是我在台湾的话已经超过23年。 23年? 23年,对对对。 难怪你的中文很厉害。 中文是还好。 Pedan,你可以稍微讲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夜酒行的行业。 like,when did you get into the spirits business? 确实,其实我本来,因为我八是苏格兰人,但是因为他喝的那个威士忌我不喜欢。 我必须讲,我必须讲我不喜欢的。 所以我对酒,我对威士忌的话,其实我是到大概50岁才开始喜欢。 那我就是认识Michael,廷汉的那个传扮人Michael Cottingham。 我是认识他之后,他就给我一些像Golden McPhail那种酒。 就给我喝好的威士忌。 我就慢慢发现我很喜欢。 那我有跟他合作。 因为那时候我是在英桥商务协会。 我是英桥商务协会的指信长。 指信长。 那时候我们也跟很多,因为很多这个做威士忌的话的行业。 都是苏格兰来的,都是英国的公司,对不对?大公司。 那有跟他们来合作,做一些活动。 就慢慢就是发现这个威士忌的美,跟的美味。 那是后来因为跟Michael讨论,我们讨论。 应该谈论几年了吧? 那后来我是在跟他讲,我现在在考虑我到底下一段的我的Life,我要做什么的。 那他就是要我就是到廷汉当指信长。 指信长。 对。 那就开始就是从那时候就是甜点都是有威士忌的。 这样很棒。 你为什么决定做Prestige House在台北呢? 这个Prestige House其实有两个原因啊。 一个是廷汉的总公司在附近,刚好有这个空位,大概一年前有这个空位。 但是我们有讨论过了,因为我们是一个代理箱,也是一个进口箱,廷汉。 但是小飞子有比较小有机会可以真正的跟我们一起有互动,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想,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有点像是一个flagship。 就是针对这个行业,包含威士忌,琴酒,朗姆酒, wine,红酒,白葡萄酒。 那你说廷汉应该有三十几年在台湾的那个夜酒行业了吗? 没错。 所以你们应该很了解那个趋势。 所以我是想请问,你觉得2024的威士忌的趋势会成什么样? 这个其实没有人知道未来的。 对对对吧。 但是应该是从之前的话,我们都看到那个威士忌真的有改变了。 本来是应该是调和,blended威士忌是最主要的。 那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是single mode的时代吧,对不对? 包含single cask这一类的。 那我自己认为威士忌的未来是小飞子特别是在台湾很了解,非常懂威士忌。 那我觉得小飞子就是喜欢找到一些很有特色的威士忌。 以他们自己的品味。对对不对? 那我知道你也。 所以像未来的话是人家会越来越,应该是越来越挑剔。 大家都想知道价钱。 我加钱。 威士忌的价格。 那当然我们希望是越来越贵。 所以我来说是好事情。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看这几年的话,真的是那个价钱是一直往上。 我自己认为,我不是专家的,真的真的不是,我没有办法看到未来。 没有一个人可以了解未来的。 但是我自己认为这个家庭应该会慢慢就会就是等掉。 不会一次往上那么多了。 但是老酒,老酒是不同。 老酒是另外一回事。 老酒的话,高年份的那些酒是越来越贵。 是一定的。 这个是投资。 收藏的那些酒是越来越贵。 是没错的。 因为它是越来越少。 Steven,我是有看过新闻。 Gordon McPhail,他们有公布2024会平产IB的行业。 我是想说,你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让我们的一些Gordon McPhail的贴粉不要那么难过。 那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 因为你要问到清楚的话,你应该问到Gordon McPhail。 其实很多人就是在担心,他们说他们要马上就停止做IB这块的。 但是事实上,因为Gordon McPhail是这个公司,他们是有长期的想法。 那现在他们是在focus,他们有开了一些,他们有他们的那个Ben Romand Distillery。 还有他们有一个新的distillery叫The Cairn,要出来了。 那他们是focus在这一块,这是未来的。 他们一直以来就是未来的想法。 他们本来修起这些单筒等等的,是130年的历史。 对不对,就是他很有那个远景,对不对。 那他们现在做这个IB,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他们本来的,他们的那些童子在他们的那个什么warehouse里面。 酒造。 酒造,应该够有。 这个不会有马,不是马上就没有酒。 那音响是像这些series,像Discovery或是Distillery label这些series。 这个本来他们是说他们不会买New Make,对不对。 那这个New Make,其实你要用New Make,要等到11年14年,这瓶再会出来了。 所以这个音响应该不是马上有音响,有可能是10年后,11年后,14年后才会开始有音响。 所以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想一下。 可以慢慢收集,不要少玩,波士也可以少也OK。 现在可以买啊,没关系啦。 能不能介绍一下亭汉或是Prestige House的最厉害的酒? 我们现在有一瓶,就是刚好今年出来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去年的那个Elizabeth,Green Elizabeth Passway。 因为King Charles有上任,就变成的国王,英国的国王。 那有一个特别的一瓶酒,就是Celebrate the Coronation of King Charles。 我们拿出来。 特别为了你问我。 好,先先先先。 很想说宅,所以不能拿出来。 这瓶酒真的很特别。 那我们大概几个月前,我们都这个酒上市。 全世界就有200多瓶,不多。 那这个就是很适合,人家是要收场酒,这个非常适合这块。 那当然是价钱就是不便宜的。 多少钱? 差不多接近90万。 是King Charles吗? 对,是King Charles。 我刚刚说到Gorda McPhail他们的这个园景。 因为King Charles是1948年出生的。 所以这个酒是那时候,就已经装好了。 是哪个酒厂? 这是Glenn Grant。 其实这个很特别的。 因为你说那个什么1940左右的酒厂,其实不多了。 那时候没有,因为那时候是那个世界第二次打架。 对,所以就以我的了解,就Glenn Grant跟Glennibit开了。 所以有一些现在一些老酒,就是那时候的酒,就这两家。 对,这个很特别。 对,这个很特别。 我真的是,我在这个行业,我真的运气蛮好的。 因为我们要做那个媒体发布会,那天的话我有喝一点点。 对。 对。 它怎么样? 它是非常好。 真的。 真的。 其实有时候你知道是老酒,这个会影响到你的想法。 对不对? 但是这个真的是很好喝。 很好喝。 没有让我失望。 很好喝。 很好喝。 好,接下来,Steven有让我们看很昂贵的酒。 可是现在我有问他,就是他最喜欢喝哪两款。 然后他就带出来了。 那可以介绍。 你敢说我最喜欢的。 但是这两个是我喜欢的,是没错的。 你喜欢的,OK。 有很多很好喝的威士忌啊,有很多。 OK,那你可以。 这两个我就是比较特别。 比较特别。 我刚刚有提到那个Glenn Mcfell,我们讲了蛮多Glenn Mcfell那一块。 那我也提到这个Glenn Mcfell,白勒门。 在中文是白勒门。 这个十二年是一个台湾exclusive。 只有在台湾有这个十二年的Glenn Mcfell。 那我自己觉得是蛮好喝的。 而且它是到那个Spaceside那个区域的最传统的口味。 因为本来Spaceside有一点点的那个盐巡味。 对,那这个时代的那个盐巡味呢,想今天就是跟你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就是我2023,就是两千内的第一名。 就是我去年就是推荐给观众就是这个就是CP值最高。 Rendro Mcfell。 我也觉得CP值很高。 我也蛮喜欢。 我们来喝一点。 你先take me through。 Cheers! Cheers! 我自己只是我问到真的是那个盐巡味。 对,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那么喜欢的。 有一些人会觉得是有偏那个泥梅味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我觉得威士忌喝蛮多的话的人, 就会喜欢有这种味道。 真的有点传统的那种威士忌的味道。 也蛮喜欢这种。 对对对。 可是它那个颜色真的是有那个威士忌的颜色。 很深,而且不会很黑。 好喜欢。 那这支我也是很好奇,因为好像没有看过。 这个为什么我今天把这个拿出来。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 事实上这个威士忌叫Art of the Blend。 Art of the Blend。 这个威士忌就是一个老外。 在台湾开了一个公司。 做这个。 是苏格兰威士忌,没错了。 他很喜欢威士忌的。 所以他有跟一个Blender,Max McFarlane, 第一匹就是这个。 他会做第一匹、第二匹、第三匹。 他有一个规划。 第一匹是跟Max McFarlane。 人家应该会知道Max McFarlane。 他在这个行业,四十几年。 这是一个Master Blender。 你可以查一下,可以Google一下。 Max McFarlane。 但是因为这些Master Blender, 他们平常都是为了一个Recipe, 要做出来一个口味。 但是这一次的话, Art of the Blend。 那个传办人。 他就跟Max McFarlane就说, 你想喝什么样的威士忌? 你去找。 不管加钱,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定要做出来, 做出来你喜欢喝的威士忌。 所以他要去找。 这个如果我没有错的话, 是平均18年的威士忌。 那是有Glenrothes, 有Kregelki, 还有Oldmore, 这三款。 比例来是没有人讲的。 这个不知道。 是他的匿密。 blender的匿密。 但我这个觉得, 我真的觉得它蛮特别的。 而且都是Cast Strength, 就是气度。 那你给你喝一下。 好,那我们一起。 Cheers。 我是有闻到傀猎奇的雕性。 真的有。 sulfuric, slightly sulfuric。 有一点流略。 大部分的人, 如果他们有喝过了蛮多, 像你这样的人。 有那么多了。 他们都会闻到Kregelki的那个Sauce。 有。 很好啊。 但是我对我来说, 那个后口是那个Oltmo真的有出来。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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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tmo。 有清爽。 对对对对。 而且它就是, 因为它是50几度, 但是它没有那个, 油的原酒是有那个, 有点, 就是真的是烈酒的那种。 烈酒, 它没有。 很顺。 还是蛮顺的, 非常顺。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Master Blender, 把烈酒18年的三款, 三款, 放在一起了。 就做出来他喜欢的那个味道。 好。 嗯,很棒。 谢谢。 呵呵。 Steven, 你可以分享一下, Pristige House的原景是什么? 哇。 所以我刚刚说的本来是, 有点做是有点像flagship的那种概念。 但是我们的未来的话, 因为我们就是觉得我们要走一个地方, 是针对消费者可以用得到。 所以我们现在在基本的话, 我们有大概四个方向。 第一个是, 当然是我们有retail, 人家想找一些比较特别的酒, 我们这边会有, 包含Gordon Mcfell, 包含Edredore, 包含这些的, 本荣米, 等等。 嗯。 未来的话, 我们会扩大, 我们有其他的, 所以我们跟其他的酒店会合作了。 所以会有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酒, 比较特别的酒。 所以消费者可以来, 这边可以找到一些比较特别的酒。 嗯。 另外一个, 我们会做蛮多活动。 education, 教育这一块。 教育。 让人家可以做品酒会, 或是多了解酒这一块。 不一定只有威士忌的, 我们有做兰姆的, 我们有做红酒啊, 白葡萄酒的那些, 威士忌 tasting那些活动。 我们最近有出来一个Membership, 可以讲吗? 可以说, 可以讲。 因为现在有一个Membership, 就是会员, VIP会员。 VIP会员。 那会有一些优惠, 还有一些活动, 还有一些特款的酒, 就是认对我们的VIP而已啊。 对啊, 那,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边,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特别的活动, 像媒体发布会,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很漂亮。 哦对, 这真的很漂亮, 就是你一进来就是好像, 好像不在台湾的感觉。 其实我们的目标本来就是要做一个, 有点像是扭津或是剑桥的那种剧烈部。 你看一些电影, 老电影。 哦,老电影啊, 对对对。 那种很英国的那种概念。 很英国。 好吧, 那Steven, 真的很谢谢你, 让我来采访你。 多认识Christie Chow, It's been an honor, 谢谢。 It's my honor, I'm a big fan. 谢谢。 我是你的大 fan, 我很喜欢看你的YouTube。 那如果你们还有想要问Steven一些问题, 请在下面留言, 然后如果有对那个会员者, Pristie Chow 的会员有兴趣, 我会把Pristie Chow 的资料放在我描述里。 好, 那谢谢大家收看咯。 下次再见。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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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